是元首外交 高潮迭起 刚举目张 规矩起来是一大主场 两大倡议 三大访问 一大主场就是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 在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来自五大洲的31位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来华出席开幕式 与我们共相胜举 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一个更加自信 自强 开放 包容的中国 也让冰雪之约成为人类一起向未来的新起点 新希望 两大倡议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今年四月 习近平主席在博奥亚洲论坛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 实现世界城市久安 提出中国方案 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 半年多时间里 有七十多个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表示赞赏支持 六月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主持首次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推出中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三十二项主要举措 设立开放式项目库 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 目前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倡议 近七十个国家加入到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三大访问就是从九月到十二月 习近平主席开启疫情以来首个线下高访计 从萨姆尔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到巴厘岛二十个集团领导人峰会 和曼谷亚太集合组织领导人非洲式会议 再到利亚德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前后 习近平主席相继出席五场多边峰会 与四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 铸就了全年元首外交的三座高峰 实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外工作的崭新开局 入口中央领导人 入口中央领导人